这个集团本体是以家电跟电机业为主 最近改朝换代 想知道是谁吗 看节目啰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稀奇古怪 一个可以轻松认识产业趋势的节目 我是颜希 距离年底越来越近 除了电子业的传统旺季之外 此时其实有三件事情非常重要 有利于股价 第一件事就是11月中第三季财报公布后 到明年的三月底前 会有四个半月的财报空窗期 这个非常有利于公司去破坏未来的梦想 也就是常常听到的做梦行情 第二就是年底前个头性为了拼绩效的作账行情 第三同样是作账行情 不过是个集团为了拼市值的拉抬行情 今天我们就先把重点放在集团这一块 其实呢在很早的稀奇古怪的节目中 颜希就曾经介绍几个集团 不过今天要介绍的这个集团 本体是以家电跟电机为主 公司呢本身在去年的7月 来这一集虾密不止大同 这一集我也跟大家提到过 不过最近改朝换代了 新人新气象 他到底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东元集团 这里后我们先从 他的人事异动开始跟大家介绍 原来东元是由黄茂雄父子掌权的 今年5月董事改选之后呢 由保家的林陈海家族 以及华欣丽华娇家共治 董事长由立明宪先生出任 立明宪先生到底是何许人言 他上一个工作是中国信托的董事长 之前呢三进三出过花旗 最高曾当到花旗的台湾区总裁 就任东元的董作以后呢 他首先要求今年的业绩要成长10% 年营收要突破650亿元 而且还要导入AI跟半导体供应链 那到底要怎么切呢 其实后看回来 东元他自己就有伺服器散热 冷却系统 那在利用力懂在金融界跟科技圈的人脉 他是有一定的机会去打入供应链的 尤其呢是在现在的AI时代 效能跟省电是特别的重要 散热当然就是新的兵家必争之地 既然东元呢要切入科技业的供应链 那么我们来看看集团中有哪些的公司 跟科技业有关 这样后至少肥水不落外人田嘛 对集团未来的发展会有帮助的 今天呢先跟大家分享三档后 首先看到东勇 东勇是台湾多功能事务机的龙头 主要呢为世界前几名的科技大厂 提供了ODM跟OEM的业务技术 近年他也积极转型跨入了3D列印机 绘图机无人机还有标签列印机这些领域 营运的成绩方面呢 8月9月由于中国市场的回温 年营收分别成长7成到3成 获利数字的部分前一阵子 也印了主管机关的要求 公布7月8月的合计EPS达0.6元 因为9月的营运状况也不错 第三季后终于有机会了 有机会来结束连三季的亏损 转亏为盈 至于最后的数字为何 最晚11月中大家就会知道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灵光 灵光呢为接触是影像感测模组 也就是CISM的龙头厂商 产品用途包括在办公室多功能的事务机 刚刚提到的东勇 他其实就是灵光的客户之一 两家彼此之间也有交叉持股 互为最大的股东 近期呢也由于中国市场的回温 东勇呢持续受惠 灵光当然也会受惠 除了事务机以外呢 无人机安控还有工业检测应用 都是新品研发的聚焦所在 而且计划导入AI影像处理部分 营运成绩的部分从5月起 他的营收就呈现了年增 其中8月是年增118.75% 7月年增69.38% 以及9月年增49.35% 其实数字都非常的漂亮 最近呢灵光也刚完成现金减资一成 在本周已经开始重新上市交易了 最后呢来看一下光灵 光灵是半导体零组件的通路商 前面提到的东勇跟灵光 其实就是光灵的前两大股东 根据去年的年报来看 近5成的收入来自ASIC 其他代理还有像MCU 还有分散式元件 营运的成绩部分 上半年大致每个月都年减 到了下半年终于开始后变了年增 尤其9月年增达到37.89%为最多 获利数字的部分也被主管机关要求 有公布单月EPS两次 第三季的数字因此提前曝光 单季每股赚0.68元 前三季EPS合计为1.6 已经比去年一整年的1.18来得多了 看起来最近股价表现好也是有所本的 最后呢我一样帮大家做个总结 提告一下印象 东元集团在今年5月 由保佳及华欣丽华两家共治 董事长由具有金融背景的 立明县先生出任 希望可以借由其金融跟科技业的人脉 把原来就有的伺服器散热冷却系统 打入AI还有半导体的供应链 东友是台湾多功能事物机的龙头 近年来呢转型跨足3D列印机 绘图机无人机还有标签列印机这些领域 由于呢中国市场的回温 第三季有机会结束 连三季的亏损转亏为盈 林光是CISM的龙头厂商 产品主要用在办公室多功能事物机 东友是林光的客户之一 两家互为最大股东 也由于中国市场回温 两家业者都会受贿 近期新品研发聚焦在无人机 安控工业检测应用这些 也计划导入AI影像处理功能 光铃是半导体零组件的通路商 东友跟林光是光铃的前两大股东 近五成的收入来自SIC 前三季的EPS为1.6 已经赚赢去年一整年啰 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 像东元集团的近况还有几个成员 当然哦 东元集团的转投资相当的广泛 看字卡上面哇就这么多家 那未来一样如果有机会 演习会持续帮大家介绍增进大家对产业的认识 那记得节目最后帮演习按个赞按个订阅 每个礼拜上来轻松认识产业 相信长期下来对大家的操作一定有帮助的 当然啦 如果你想更贴近沿西的操作 记得加LINE 每天收听节目 今天呢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 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自导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11尽管投顾新字第0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